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商家到了大概九月底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看到很多万圣节的消息 现在这个万圣节的庆祝不单单是美国了 已经亚洲各地都有 对 所以万圣节好像变成全球化的一个庆典了 而且现在商家大概在八月份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产品已经出来了 所以孩子们走到哪里就会看到 哇 要准备过万圣节了 然后学校也不是只有那一天过万圣节而已 在那一整周 全部都在准备这个活动 然后孩子们还有父母亲们就开始准备要装饭 那孩子们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节目 可以全班一起大概一个礼拜 或者是说特别那一天 哇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日子 这个时候呢 对基督徒的父母来说 就是一个很头痛的时候了 特别是一些很近浅的 比较注重孩子们在这方面的教育的家长们 他们就会发现说 不但是在学校里面受到很大的挑战 面对孩子 他们有很多的要求 因为朋友都有 同学都有 我们如果没有的话 哎 好像就是有一种被丢在旁边的感觉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参加呢 而且呢 他们现在又碰到一个更大的挑战了 这挑战就是说 有不少的基督徒家长们 是支持过万圣节活动的 我记得我们在五年前的韩社前台 有谈过一次万圣节 那五年后的今天 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代的父母出来了 那他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立论或者是理由 那第一个迷思呢 我们今天想要知道的是说 他们是讲说 万圣节 并不是庆祝撒但的节日 反而其实算是一个基督徒的节日 为什么那么说呢 是因为他的来由是说 天主教会里面有一个 11月1号的诸圣节 那在这个诸圣节的前一天 就是10月31号 也就是万圣节的起源了 那天主教会呢 他们会用一些 就是要纪念这一些 品德非常高尚 令人尊崇的信徒 来封他们为圣人 所以去表彰呢 这一些圣徒成为日后的 信徒的一些遵循的典范 所以基督徒反而是 应该去过万圣节的 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始终认为啊 这一个世界的潮流 世俗化的这个万圣节 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挑战 就是当我们如何面对文化 风俗 当他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回应 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 属乎神的人 要在世界上做光作业 光就是告诉别人 你在黑暗中的状况 严其实有个很重要功能 就是防堵这些错误的事情 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基督徒其实是被要求 不断的从各种处境里面去 接受训练 然后站稳立场 这是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刚刚你提到说 天主教 有他们的这一个诸圣节 纪念古代的圣徒啊 我必须要这样子说 天主教的作为 从来都不是基督徒 或者说基督教的一个典范 天主教有很多的作为 我们都不认同 天主教有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 敬拜玛利亚 向玛利亚祷告 教皇的无妙问 甚至于他们的圣经里面 有包含赤经的部分 其他的 这些我们都不接受的 所以说因为天主教这样办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办 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基本上会认为说 基督徒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所敬拜尊崇的对象 只有独一的真神 历代的这些圣徒 他们有一些好的见证 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典范 但圣经没有必要我们把它们神化 或者放在一些特殊的地位 如同天主教有的时候 可以向圣徒祷告 圣徒带我们向神祷告 这样子的讲法 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 11月1号 天主教过的万圣节 这个他们的圣徒 诸圣节 基督徒从来不过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 这一个天主教的作为 拉到这个议题里面来 把一个世俗化庆祝 魔鬼 诸鬼的这样一个节 一定要把它连在一起呢 这其实是我们 有一个很大的质疑 我觉得基本上 基督徒的形式为人 不是别的宗教怎么做 或者天主教怎么做 是圣经怎么教嘛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而且我觉得其实 就算是基督徒们 还有一些对我们的信仰 不是很清楚的朋友们 他们提到天主教 就会觉得跟基督教是一样的 但其实我们过去 晨星之光 在信仰与生活里面 有一个议题系列里面 我们讨论了天主教 系列的四集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看 那会更加的清楚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那万圣为什么就是鬼 为什么就不是圣徒 我想我们要有一个 这样的认识 基督教有另外一个名称 我们称为更正教 什么叫更正教 从哪里更正过来 其实就是天主教走偏了 基督教重新回到 圣经的真理里面去 所以天主教不是个标准 导致我们要去明白 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的世人也好 常常有一个盲点 就是当我们过一个 节日的时候 我们比较注重的是 狂欢 是喜乐 是大家聚在一起 可是那个节日 到底是干什么 为什么 不知道 好像今天圣诞节 其实是基督徒 纪念 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日子 全世界都在过 可是他们过圣诞节的 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纪念耶稣降生 只是有这么一个节日 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可以狂欢 他们喜欢的是这一个 其实基督徒要去学习 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这样做 你比如说万圣节 哪来那么多圣呢 你去看看万圣节的一些装饰 万圣节的一些推广 商人的一些活动 它本质上里面 有许许多多都跟鬼有关的 南瓜 化妆跟鬼一样 然后蜘蛛网 骷髅头 僵尸 这些的东西在卖 然后家人买回去 挂在自己房子 把自己房子打扮得跟鬼屋一样 这哪里是纪念圣人呢 显然它是跟鬼有关的一个作为嘛 但是世人也 不那么认真 他就反正就是借这么一件事情 大家在一起 装扮的那个样子的就可以了 其实你一年到头 天天都可以穿很漂亮的衣服 为什么非要在那天穿呢 而且现在还要有一些人 一定要穿这个鬼气鬼气的 像巫婆 西血尾 这样的 那现在有一些父母亲 甚至想说 我们 由这样子一个热闹的活动 我们拉近我们亲子的距离 他们要穿一样一系列的 然后呢 等于说就跟其他的家庭 我们可以有一些竞赛啊 看谁装扮得最逼真 最有气氛这样子 对 那不只是世人 我觉得重要的是 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家长 可能在这个时候 就会有点动摇了 所以我想有的时候 包括基督徒的父母 都要去生死 你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 要拉近亲子的关系 这是好的 拉近亲子的关系 方法有很多 我们会不会 为了要拉近亲子的关系 结果让孩子 对于一些属灵的真理 却混淆了 跟神的关系反而拉远 对 这个基本上是需要去考虑的 基督徒不是什么事情 跟着世界走 我们还是回到神的真理里面 那才是真光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会认为说 今天你庆祝一个节日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庆祝 整个的万圣节的这个布局 商人推动的这个情况里面来讲 我想跟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尊神为大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他反而是因为怕鬼 所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跟鬼有关的 其实圣经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 虽然偶像算不得 哥林多书信里面 偶像算不得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真 但是在哥林多书信 保罗也讲到说 也禁止信徒们到庙里去作息 他说基督与比列有什么关系呢 要分别出来 要分别出来 就是说今天本质来讲 偶像是算不得什么 但是你不要去招惹他嘛 你不要去基本上 什么是去跟他牵连嘛 我们还是要学习有分别 圣经这方面的教导 其实是很清楚的 所以对于世界上来讲 这一个纪念 或者是怕鬼了 或者是好笑好玩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对基督徒来讲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不是像天主教说的 因为我们纪念古代圣人 所以我们也把它拉在一起 那么现在也不过 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从小训练孩子 你是一个属神的儿女 你要不要在这一个 不认识神或者 不尊神伟大的世代里面 你懂得怎么样尊主伟大 怎么样子爱神 做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只是在 儿龙主日学里面 教孩子说 哎呀耶稣很爱我 我们要爱耶稣 因为做父母的要了解 你要告诉孩子们说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讨神的喜悦 不是这个世界用什么方法 我们就跟着什么方法去做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借着这一个处境里面 有所为有所不为 跟这个世界的做法不一样 孩子当然要面对挑战 但是我们要鼓励他们 我们要支持他们 做对的事情 而不是跟着潮流走 所以我认为万圣节 虽然是一个世俗的一个挑战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 我们大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操练我们的孩子 学习做一些分别为圣归给神 逃生契约的这个机会 好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 再来讨论另外一个迷思 就是说 既然我们基督徒是光明之子 是属神的 而且我们的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跟黑暗 那为什么我们碰到万圣节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会畏畏缩缩 好像很害怕 我记得我们在碰到万圣节的时候 那因为有这个tricko tree的这个活动 到了一个时间 家长会带孩子到处按铃 然后大部分的家庭会打开门来说 给他们躺 那我们因为不过 我们有时候就会说 那我们也不要开灯好了 我们到比较后面一点 前面看起来好像暗暗的 就是告诉对方说 我们是不过这个的 那有的人还会不高兴 有的甚至会炸鸡蛋 那我们就会有时候碰到这个时候 会的确是有点紧张 有点怕怕的 可是基督徒为什么 我们明明应该是勇敢的 我们是属神的是靠神的 我们依靠的是伟大的神 为什么我们反而教导孩子 是不是有点太退缩 不够勇敢 这是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处境 不参与你就要被别人对付 不参与这个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 别人不高兴就丢鸡蛋 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很委屈 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 要去想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在诗歌里面讲 我们愿意为主付上一家 我们愿意尽全力的来爱主 耶稣是翅膀 世上是奋土 可是会不会有的时候 我们一边这样唱 一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稍微为我们的信仰付一点代价 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委屈 其实圣经老早告诉我们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不单单不接受光 约翰福音说 黑暗还恨光 所以这种现象是一定会出现的嘛 如果我们早早的就告诉孩子说 为了要站在真理上 你是要付代价的 这一个事实 早点让他们知道 其实我对孩子是很健康的一个教育 今天我们不是说今天 哎呀我们因为不参加 就是我们害怕的意思 这两个之间没有关联的 我们不参加更是我们的勇气 表示我们不跟世界走同样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们不知道庆祝什么 还有也许你们真的知道 你们是为怕鬼才这样做 我们基督徒不在这方面 跟你们走同样的路线 这种学习怎么样的在生活处境里面 分别出来 不是每件事情都跟人家一样 我们有我们的立场 有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给孩子的装备 越早装备他们越好 今天我们看见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潮流 很多的做法其实是不对的 你看到有些地方 吸大麻 这个吸毒 这个男女关系的混乱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 我们一方面希望说 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 到学校去了 离开父母了 我们盼望他们说 他们将来不要 在男女乱搞这种性关系 这个世界上什么性平权 我们不同意 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 他们也不要因为好奇 或者是需要加添自己的 这个精神上的注意力 就跑去吸毒 我们希望他不要这样做 可是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操练他们 分别出来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可是我们又不把握 我们又觉得又要妥协 又要接纳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 我刚刚就讲过 这是一个很好的父母亲 借着机会告诉孩子 认知事实 这个世界 如今掌握在这个恶者的权下 虽然我们的神远远在恶者之上 但是现在在神永恶的计划里面 恶者的确有祂的作为在 那么因此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 把孩子带到神的救恩面前的父母亲 我们要早早的给孩子做这样的准备 他们这一生成长的道路上面 处处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他从小就知道说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做什么事情 我是根据圣经的原则跟真理 哪怕是要付代价 我也愿意 我立定心智很久靠主 这不是只是一个背的经文 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样做的时候 我相信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 那么当然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孩子这么小 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面对同才压力嘛 对不对 大家都这样子做我不做 我觉得连父母都有同才压力 对啊对我是不是很怪 人家会不会不跟我做朋友了 其实同才压力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都有 你在公司好好好你在社会里面 你孩子也会碰到 你跟人家不一样了 人家就觉得你怪 基督徒要去分辨了 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一做什么我们就反对 人家的什么活动我们也不参加 我们是有区隔的嘛 我们是有原则的有立场的嘛 平常是一个健康的活动 跟同学们一起玩 一起运动 一起参与一些学校的健康正确的活动 一起学习 这些基督徒都应该积极的参与 并且跟同学们融洽在一起 但是我们也跟同学们讲 不是每一件你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参加嘛 我常常有的时候跟基督徒的父母讲 每一个做父母都希望说 训练我的孩子将来成为领袖的人才 我们希望他是精英人士 领袖人才 什么叫领袖呢 领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不是人云亦云 不是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去 同侪很多就是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有原则我会分辨 什么事情是对的 我就参与 什么事情不对的 我就不参与 而且我在这个同侪里面 我是可以告诉别人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 并且我发挥那个领导的那个作用 这是真正训练孩子成为领袖啊 如果我们从小都不告诉他们说 你要做这样的一个装备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是 哎呀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的情况之下的话 恐怕我们的孩子将来一辈子 也就是跟着别人走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机会嘛 今天做父母的要不要告诉孩子 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不是是一个温室的花朵 永远被保护在父母亲的造物范围之内 一离开父母了什么都不行了 我们父母有个责任 在祂跟在我们身边的这段时间 我们装备祂 我们让祂能够刚强装摆 训练祂跟神有直接的关系 知道属灵的原则 圣经的真理成为祂行事为人的标准 我们真的这样做 并且借着环境来装备祂们 那是给孩子真正最大的幸福 这个孩子认识真神 尊神为大 一辈子行事为人有清楚的标准 这个福分比什么都大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 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 也教导孩子们 不要有同财压力有退缩 他能够在一件压力 一个不与人共同的 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 他能够站稳来 这对他一生是祝福 所以我觉得其实父母亲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可能会碰到同财的压力 现在觉得说 有这么严重吗 要这么麻烦吗 我们现在如果不多做一点 不小心一点的话 那我们将来可能要去面对的是 更多的挑战了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 分别为甚的一个操练 从现在小的时候就开始 就算跟别人不一样 没有关系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 希望他们能够是敬畏神 而不是说我不怕神 反而很怕那些同财压力 越早训练孩子越好 同时也给孩子讲说 我们不是处处都跟人家不一样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参与 大家一起好好的称赞 有些我们有原则 这种装备对孩子是极重要的 好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第三个迷思了 这第三个迷思呢 其实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 一个牧者 他鼓励基督徒们呢 能够在你的家里或者是社区 来办万圣节的party 那他的想法是说 你应该去在你这个住的社区里面呢 举办一个最大最吸引人 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说 我就是要去你们那个社区玩 因为太有趣了 别的地方都没有去 然后呢 他们来了之后呢 就有机会可以听到神的话 在圣经里面有讲说 我们要传扬 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 感觉上这个牧者也是好意 他也是鼓励大家去传福音 可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嗯 其实我们做不做一件事情啊 其实我们考虑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动机嘛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二个就是做法 那你有一个好的动机 那你怎么做 这个怎么去执行 让这个动机能够实现 嗯 第三个我们也要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要评估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法 有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 嗯 有没有什么其他负面的效果 这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我们要一定要先考虑好啊 嗯 否则的话我们单有一个好的东西 我们就低着头往前走 有没有达到效果呢 会不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呢 像刚才你所提到这个例子来讲 首先我们觉得动机应该是好的 嗯 对不对 既然世俗有这样 我们又不跟他们走同样的方法 那我们就利用这一天来做另外一个活动 把他们带起来 让他们去认识福音啊 嗯 但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问题是说 你真的能够做到 对抗这个世俗的这个做法 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 把人从万生节的庆祝里面 拉到我家里面来 我相信也许有少部分的家庭 真的可以有财力物力人力可以做到这样 嗯 觉得他部分的家庭我们看是没有办法做到 那如果我们呼吁一个东西 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可以做到 那没有做到的人怎么办 你知道今天这个万圣节的庆祝的活动 在民间在一般的社会上面 他们那种大张旗鼓那样子的狂欢 那样的情况 他们认为那是极好玩的 你有什么方法 对于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 你要介绍基督徒好玩的方式 基督徒好玩的方式 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好玩 嗯 那你用什么的吸引力可以达到 嗯 这就是我说你有想法 但是你的做法是什么 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也要考虑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这一天 因为我们这个日子 我们还可以传福音 达得到吗 那些人来参加的人来的人来讲 因为世界上的人庆祝万圣节 他也不知道他庆祝什么 他的重点是在狂欢 那我们把他请进来 我们还要跟他传福音 除非你福音传错了 像现在有的时候错误的神工神学 这些好像很吸引人 你如果按照正确的福音来传的话 有些人就没这么兴趣啊 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嗯 但是我们可能却要去承担 另外一个负面的效果 就是你在这一天你也在办活动 其实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在庆祝万圣节 你还是在传福音 我想有很多事的人都搞不清楚 所以如果我们衡量这些各个方面之后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在这一天用另外一个角度 说我们不参与 然后我们就装备孩子 那个所产生的果效 能够产生的那样子的一个功能 我想比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更明确 在某种场合里面 适度的表达区隔 而不是说我跟你在一起 然后我做另外一个 绝大部分的世人搞不清楚 而且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去说明清楚 所以对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基本上 我当然可以体会这个牧者 他本身的那个心愿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更广泛的 更确定的去看到 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件事情 庆祝欢乐的日子可以有很多 传福音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 传福音的时机其实天天都有 但是你要在这一个特定的 他们属于纪念会的这个日子里面 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能不能够达到效果 我觉得那个是要我们很深深的去评估 那刚才讲的是 从家庭或者是社区办活动 然后我们延伸到教会里面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教会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就像刚刚上面那一题所讲的 要利用这一天万圣节 这一天晚上 那大家既然在家里不过万圣节的话 那干脆所有的小孩子一起到 教会里面来 那也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啊 那我们来办一个 哈利路亚奈啊 他当然不是过万圣节啦 可是他可能过的是丰收节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 圣产玉米啊 南瓜啊什么的 就是一个感谢 感谢神给我们丰富的赏赐等等等等 我想也是一样动机跟利益是好的 可是我自己就有一个经验 以前在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教会 那我们服侍儿童主日学嘛 那儿童主日学我们也在想说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小朋友们 避免来过这个万圣节 然后我们也就真的是 在教会就设了一个哈利路亚奈 也就请小朋友们还有家长说 尽量邀请好朋友们来教会 可是说好我们还说好说 那天我们不穿这个装扮的衣服 平常你可以穿 可是那天就不要穿 我们那天就是来感谢神的 其实你看我们其实讲的蛮清楚的 可是真的大概有一两年吧 我们这样子办 然后小朋友来了 还是有人就是穿着装扮的衣服 穿着这个装扮的衣服 然后呢 可是我们已经讲了啊 那或者说你邀请了朋友 他来你总不能说 哎呀你怎么可以穿这个装扮的衣服呢 所以就发现说 其实就像刚才讲的 动机好利益好 可是达不到效果 后来我们就停办了 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 教会还是怎么办 那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来思想呢 当然我觉得教会要去这样做 无可厚非嘛 教会的力量也比较充足嘛 超过一个家庭 他也许可以把那个晚上办得比较热闹 但是我们要不要评估一下 当教会这样办的时候 真的那些不幸福的孩子 会来的比例有多高 可能比较多的是教会的孩子自己来 我们说哎呀我们不要在家里面 我们带他们来 那么还有一个来干嘛呢 如果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你知道那个日子你不要庆祝 你来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说万证节是错的 万证节我们不去庆祝 可能那些孩子也没有太大庆祝 进去 那你如果真的邀请了少数的目道友 来到教会里面来 他也是很欢欣喜乐的来 要像他的观念里面 第一个庄道的是 世界上庆祝万证节的模式 结果来到教会发现你们讲的不一样 虽然我们的利益很好 我们讲的是真理 我们讲的是对你有帮助的 他未必能够接受 那么你在那一天 你能不能够产生你所要的结果 如果你说我是把孩子们召聚在一起 让他们不要面对世界的试探 让他们这个能够在教会里面明白 这当然是一个途径 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去面对呢 你怕他面对失败还是失败嘛 倒不如父母亲好好的去教育孩子 我们就是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就是不参与 不参与也是一种对神的敬畏的表现 所以就像刚刚我所讲的一样 动机好 做法有没有达到目的 那么如果做法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 我们就要衡量我们要不要这样做 所以因为各个教会对这一天 它能够办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庆祝的活动 我们不清楚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做出一个很独断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我们可以尊重各个教会的一个主张 但是我们要去评估 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是说 其实对孩子来说有点点混淆 就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他们虽然来教会了 但是他们其实真的也是搞不太清楚 我到底今天好像不是来过万圣节 好像是来过丰收节 可是那这一天为什么又要这么高兴呢 我觉得他们其实有很多都是这样 其实有很多都是这样 包括传福音 你说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传福音的时候好多人来 我们传一个讯息 信耶稣上天堂 信耶稣好得不得了 信耶稣欣赏事成 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是在传福音 我有一大堆人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里面 他也愿意接受耶稣 但是那到底是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呢 他相不相当于宇宙之中只有独一的真神呢 他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他要不要接受耶稣的救恩呢 今天有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方法变成说 你要不要耶稣的恩赐 但是他却不一定接受赐恩的主 做祂生命的主 那你到底是在传福音 还是你只是传一个你认为的福音 结果就不是福音呢 同样的在万圣节这一天 我们会不会以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让他们可以知道 那是我不要庆祝万圣节的理由 可是你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 你要仔细的评估 今天基督徒也要很诚实的去面对问题 我们今天做的一些事情 到底有没有按照圣经真理来做 还是我们为了一个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就用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方法 但是确实整个最后的结果 其实是偏差的 这一点我们应该要仔细的评估 所以我还是鼓励所有的基督徒父母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教导你的孩子 走出教会的主日学教室 进到你的生活里面 在生活里面训练孩子 他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 如何分别为神 如何尊主为大 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处境里面 他们懂得做正确的抉择 我觉得那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不要失去了这个机会 不要向这个世界妥协 或者闪躲一些问题 我们正面迎战 并且我们靠着主 我们一定能够站立得稳 愿上帝赐福每一个在主面前 愿意用正确的方法 带领儿女们的父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 刚才前面提到我们五年前 制作过一个万圣节的节目 五年后的今天 我们有新的利润 不知道五年 再五年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 如果说我要勾万圣节 其实不要为了这一天 父母亲把一个能够操练孩子 帮助孩子 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带领孩子 这件事情放弃掉了 十五年后 他们也要成为一个父母 他们也会是一个 会带领孩子 来到真理面前的父母吗 希望我们能够好好一起来生死 可可 下礼拜就是万圣节耶 说到万圣节我就很烦恼 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说 他们要穿什么超人的衣服 可是我妈妈说 我们不可以过万圣节 她不让我穿特别的衣服去学校 对啊 我妈妈也说 别的小朋友要去要躺 她办活动的时候 叫我待在教室 不让我参加 嗨 欸 贝贝 可可 你们在说什么呀 欸 两个孩子 为什么你们脸上 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啊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嗨 木木 嗨 牧师爷爷 嗨 我们在聊下礼拜 学校有好玩的万圣节活动 可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不让我们穿钱 我的朋友们都要穿 美美的公主的衣服 都好漂亮 我也好想穿哦 对啊 我也好想穿超人的衣服 跟同学一样 而且只有我不穿 好奇怪哦 哦 原来是 本来可以跟同学朋友 一起穿漂亮的衣服 或者是超人的衣服 可是这一次 却不能有这个机会 不能一起做这些好玩的事情 你们觉得很可惜 是不是啊 嗯 对啊 平常 我们什么事都一起做的 就只有这件事不行 嗯 所以你们认为说 因为不能够跟同学们 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觉得很不高兴 是不是 对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爸爸妈妈 不让你们穿这些漂亮的衣服 或者是超人的衣服呢 嗯 其实他们没有不让我们穿啦 嗯 但是不可以在那一天穿啊 那一天 OK 所以咯 爸爸妈妈不是不喜欢你们 不给你们穿漂亮的衣服 而是不要你们在那一天穿 是不是 对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一天 就是万圣节的那一天 穿这些衣服呢 因为大家都在那一天会穿啊 嗯 你们要知道 爸爸妈妈是很爱你们的哦 嗯 他们不要你们在那一天穿 是为了保护你们 嗯 保护我们 对啊 这跟保护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啊 有很大的关系哦 因为上帝很爱我们嘛 可是撒旦却常常用各样的方法 要我们去做不讨上帝喜欢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时候 你们要想想看 大家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过万圣节呢 嗯 嗯 穿角色扮演的衣服 嗯 还有药糖 对 不给糖就搭蛋了 哈哈哈哈 你看啊 女生经常都穿公主的衣服 嗯 男生穿超人英雄的衣服 嗯 但是也有很多人都穿很可怕的 哦 对对对 有心鞋柜木乃衣什么的 嗯 还有化妆的很像讲师哦 嗯 超级可怕的 我很怕那个东西 嗯 所以你们要用你们聪明的脑袋 啊 好好想一想 嗯 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 像别人药糖 别人不给我们 我们就搗蛋 这样对吗 这个玩笑好笑吗 还有一个 我们要装成很可怕的样子 有人穿成骷髅的衣服 有人穿成吸血鬼 还有人要把房子打扮得像鬼屋一样 这到底是让谁高兴啊 嗯 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想 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神喜不喜欢 还是不小心就掉到了那个 撒旦 祂在引诱我们 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就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呢 嗯 这样子啊 神一定会不喜欢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也应该很自然 不会喜欢哦 嗯 对 好像应该真的不会喜欢哦 嗯 那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觉得 好可惜的感觉呢 是 有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 可惜的感觉 跟这件事情 到底神喜不喜欢 要做一个比较 也要做一个选择 对不对 我们是属乎神的孩子嘛 那我们当然就应该 要做讨神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不去庆祝 那跟魔鬼有关的万圣节咯 嗯 好啦 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明白啦 所以你们并不是 喜欢穿那些衣服而已 你们只是想和大家做一些一样的事情 喜欢那个热闹的气氛 对不对 但是你们却忘记了 没有去考虑那件事情 到底该不该做 讨不讨神的喜欢 对不对 好像是耶 嗯 那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太多了 是啊 反正啊 我们要想一想 哪些事情是 大家一起可以做 哪些事情是大家都做 可是我们不一定要跟着一起做啊 比如说 嗯 如果全班都一起 不喜欢一个新来的同学 而且啊 就约着一起不理他 甚至是恶作剧的欺负他 那我们应该跟着一起做吗 啊 当然不行啊 对啦 而且还可能变得更糟糕耶 是啊 大家一起做 胆子就会变大 还会比赛谁更厉害 最后还觉得 我们是在做对的事情耶 嗯 好可怕耶 那真是不好啊 嗯 是啊 所以如果只要大家一起做的事 都跟着做 不管对还是不对 嗯 那真的超不酷的 对啊 嘿可可啊 你这样讲就对了 这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了 真正的男子汉啊 不是说只有力气大 或者胆子大而已 而是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当大家都做那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就算你不跟他们一起做 他们就不理你 可是你还是有勇气说 不 我不要跟你们一样做错的事情 那才是真正的酷 所以啊 当有人问我们说 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们一起参加万圣节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要用很温柔很客气的态度 告诉他们说 哦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有些事情神不喜欢 我们就不和大家一起做了 对哦 那一开始拒绝的时候 朋友可能会觉得 哎哟你们好奇怪哦 或者是有一点点的不高兴 觉得很可惜 可是啊 久了以后 还是会觉得 哇 你这个人蛮酷的耶 嗯 对咯 所以啊 我们基督徒啊 不是你们在学校里面 什么都不跟人家配合 什么都批评人家 都觉得别人不对 那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也爱神 所以我们只是有一些 神不喜欢的事情 我们就不参加 我们也不去做 但是像其他的 可以跟同学们一起打球 一起运动 一起做游戏 一起好好的学习 这些都是还是可以 跟大家一起做的 是非常有意义的嘛 嗯 那牧师爷爷 木木 我知道神创造我们 祂爱我们 但我有时候 还是会不知道 怎么去爱神耶 嗯 这个其实很容易明白 你譬如说在家里面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很爱我们啊 对 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爱爸爸妈妈呢 其实我们就是去做 爸爸妈妈喜欢的事情嘛 对不对 神只要我们听祂的话 做祂喜欢的事 祂不喜欢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做 这样子就是爱神了 嗯 就这么简单 对 就这么简单啊 嗯 那我明白了 如果神不喜欢我们过万圣节 那我们就不要过啊 嗯 那就是爱祂了 嗯 就是这么简单啊 可可说的对 那些庆祝魔鬼的纪念的这个万圣节 我们不要去参加 就是这么简单 嗯 嗯 对耶 现在想想也没那么难嘛 对啊 神不喜欢 我们就不要做 嗯 就要这么简单 对 以后万圣节 我们就不要烦恼咯 嗯 那我们来想想 什么是骑士 可以淘族喜欢 又可以大家一起做的事情吧 好啊 好啊 那我们来想想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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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